为什么 你只说段子不说真话 就谈到什么感情问题什么 他都只说段子 我说的其实都是真的 只不过我说的不像真的 所以是怎么怎么见的呢女朋友 女朋友啊 就是 极箭别极箭 青青梅竹马 真的假的 假假的 哈哈哈哈 假的你看你看 就是段子吧 有点真话吗 女朋友这个事 怕那个什么 怕给女朋友长麻 对也怕给自己 搞麻烦 她好漂亮 她女朋友 非常漂亮 我们心意有一句 跟导演组有一句话 我就特别伤人 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下 李丹是怎么跨物种找到的 跨物种 跨物种 对他来说是一种修行嘛 修行 挑挑挑战给我 他是我最喜欢的长相 送你了 你在吐槽大会我一直看啊 至少一个五六七都在一直的 Q 冰冰 有任何进展吗 主要是张老师夸下海口 说帮冰冰啊 好朋友啊 什么 冰冰 你听到了吗 哈哈哈哈 就是最后的结局 就是在第二季最后一集 冰冰 给录了一个那个 VCR 对 说下一季会来 那是段子还是真话 那真是不知道 哈哈哈 听到发会的魅力就是真真假假 然后用开玩笑的态度说很多真话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节目不一样 我们节目是 必须说真话 总心的是吧 你走哪都行 反正你得走一走一趟 走出来就是 因为因为我们看到蛋总冰箱很可爱 是第一个我们节目里面有手的冰箱 这样你今天去拉着你这个冰箱的手 你来表一个态 然后我给你记录下来就是你今天说的所有的 你用什么手机记录下来 用我的荣耀石 荣耀石 你别喊我来我来 是不是荣耀石 这我的部分你别跟我比戏啊 2400万AI摄影会变色更潮美 哎呦漂亮 你说干什么呀宣言 打开冰箱说亮话好不好 分享 说的都是亮话 走先走先分享给大家 好 好 谢谢